Hello 大家好 鄭天佬 郭靖彤 還有艾力 今天我們有個很特別的組合 很多人說 為何我和艾力沒有做過節目 為了大家深重的要求 我今天做一次給大家看 OK 不滿意 我們有看你們的留言 所以觀眾有甚麼要求多點留言 我們今集就講一下 我們這期的紅人 格仔 Order Lock 我一定要做的 就是心理分析 心美這個人 好像是個國家老鼠 是啊 分析一下心理 我打算講心理之餘 順便講一些黃藝人的心態 藝人的心態 順便在這集裏面再帶出 甚麼叫兩性心理 兩性心理在這個世界裏面 代表甚麼角色 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觀眾們讚好 訂閱 留言 還有多多分享我們新潮民的頻道 還有我們新潮民2.0的頻道 還有我們的Facebook專頁 OK 先講講心理 我從來不看香港的電視 所以我對心理的印象 就是表面都不能再表面 他的作品或一直以來 我都不太清楚 這次我只看了Wiki 看了一點點東西 所以我講中多少東西 如果大家對他比較認識的觀眾 大家可以看看我講中多少東西 表面形象 我是很表面的 他的形象就是喜歡嘲笑人家 要挖苦人家 還有要說話很低俗 我們不如客觀一點 不要批評 批評性 他要比較通俗 和親近某些基層的人 他的形象 他的形象就給我感覺 還有表面那一支 就是嬉皮笑臉 說話沒有他認真的 大家看到他的言行舉止 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或者我簡單講一講他的工作的性質 其實他的工作的性質就是 看到現在社會上發生的事情 以及有些什麼人突出的 都評論一下 諷刺一下 將他拉低 諷刺有很多種的 例如強者諷刺弱者 那種另一種諷刺 有一種欺凌性的諷刺 但他那種不是 他有一種是要將 可能將這個社會特別的東西 或者優秀的東西 就要拉低一個層次 將它說到通俗化 就是以一個低姿態 將對方拉下來 另一種諷刺 他的工作範圍 也都是他要經常想 怎樣去引人笑 就是要討好別人 當你經常要想 怎樣令人笑 就是要討好別人 想別人會不會笑 他做主持工作 要怎樣將一些稿 怎樣將一些創作 生動化來演繹出來 目的 其實都是要令人覺得好看 他的工作範圍 還有一個特徵就是 他無論 他賺多少錢 無論他在這行做多成功 他都不可以升華 就算他已經開始有錢 生活質素整體開始改變 他都要把自己拉到通俗的層次 如果不是他 因為這是他賺錢的途徑 定位 永遠我的人不斷改變和進步 但他無法改變和進步 這方面他受到克制 很多人就會想 這個是不是他的本性 可能很多人一看表面 他這個人 他都是妾妾貢的 稀皮笑臉沒有過認真的 可能他的本性就是這樣 還有現在做黃友 還有漢奸手跟賊賊 真的衰得又骨子裡頭 是不是這樣表面 那我們就要看看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樣 我們要從他童年開始講起 他童年家裡窮的 在這個屋邨長大 父親做消防員 父親有一段時期還要兼職兩份工 駕駛的士 來支援他的讀書 中學時讀升次提反之後 升次提反是甚麼層級的學校 我不太知道 但也挺正經的 是Band 1來的 Band 1來的 就是好東西 他靠自己的實力 考進去 好像中三那年 考進去垃圾 考進去的 本來是一間學校再考進去垃圾 這個是比較難的 難過你小學升上去 是難的你要這樣考進去 成績要表情 回考1A5B 然後就進入了新亞 然後就進入中大 中大就讀新文系 其實這個簡單說是讀書仔 這是一個讀書仔 讀書仔 甚麼叫讀書仔 讀書仔是沒得騙的 做戲有得扮 讀書仔沒得扮 沒有扮不到1A5B回來的 所以這個是 一定是對他的性格有一個代表性 讀書仔的性格代表甚麼 讀書仔的性格代表 這個人呢 根規矩得 這個人是一個很discipline 很有規有矩 還有按部就班的人 讀書仔性格呢 香港的教育制度之下的讀書仔 就是文科性格內向 大家也知道 他尤其是中大讀的新文系 讀新文系的人通常都是文科出身的 即是文科性格 我所知道呢 就是讀新文系的人 而現在出來做新聞工作 傳媒的人呢 性格是很清高的 其實就是要發掘這個世界人不知的東西 要披露真相 要公平 做新聞工作和讀新文的人呢 性格都是很清高的 不厭凡塵 其實呢 說得好就清高 其實說得不好呢 其實都是某種的偏頗 這種甚麼叫偏頗呢 這種就是人性同理心的偏頗 所以他們覺得一定要公平 公開 就是要平權 所以他們特別容易批外國的自由民主的旗號 就是特別容易變黃的 做新聞工作的那些人 因為他們 就是可能你會說 不是喔 那肥佬黎那些 那些市場呢 就有哪樣是壞的話 就說哪樣是壞 為了賺錢 那些是另一件事 就跟某一種行業也好似 跟律師行業也好似 就是做律師的人 全部都是讀書仔出身 然後做律師的人 其實很多都很清高的 很多人都覺得很講原則 凡事要 有句話要講原則 要講道理 不可以大虧勢 不可以出古話 其實做律師很清高的 就是如果你有時候 大家看電影看到那些甚麼 古話律師 幫那些有錢人 幫那些罪犯 打掉走法律 打掉甚麼罪 那些其實是少數來的 大部份都是 好聽些叫清高 不好聽些其實都叫牽頗 因為當你做新聞工作的時候 你說 我只是報導 一些我覺得社會需要知道的事 但其實在你覺得需要的過程裏面 你會不會報導弱肉強食 你會不會報導人多客人少 會不會報導力強者勝 但這個是現實來的 但你覺得報道的事情永遠 你會覺得我為弱勢社群發聲 我關我做一些偉大的事 是 是以人性角度偉大的事 但是有時候這個世界是真的有勝有敗 人家會處於高位 還有有權有勢 是有原因的 人家早上努力下來的 但是你永遠就 偏頗起 就是反濫的同理心來報導 這個就是做新聞工作很多時候會煩的事情 也都是他們容易變黃的原因 就是不面對現實 很多事情 那 大概是新聞工作 和讀書仔性格 我都現在略略說一下 那其實 你聽到這裡 讀書厲害的人 好像他的背景 好像心美這樣的背景 或者不要叫心美 心美是他的角色 他叫梁志健 好像他的背景 其實他應該很抗拒 做便宜的事 他應該很自重身份 和他小時候窮 他父親是做消防員 那好像這些 家裏有做公務員 和自己有讀到書 大個可能就會選擇 就是讀到書 因為就是外國留學 就是回來入大公司大企業 賺錢 那如果他本身性格不喜歡賺錢 好像他讀中文的 做文科生的 讀新聞傳媒的 可能就是做公務員 因為家裏做公務員 尤其是他父親那代的公務員 完全有公務員的福利 是很高的福利 那心美他自己都是七四年出生 七三還是七四 那如果他長大了之後 即是九幾年 九幾年出來做公務員 都待遇都不差 絕對搭到尾班車 未改制 對呀 未改制 那為什麼沒有這樣做呢 通常會這樣 那為什麼會走出去做DJ呢 他入新亞書院之前 他參加了商台那個 新秀DJ選擇比賽 哦 是啊 他跟著呢 就贏了 被發掘 他入中大讀新聞傳媒系 然後畢業是96年的事 但他95年已經有他第一個節目了 那就是說 他做DJ這件事 是遠在他入大學之前的 那他做DJ的方向 那他其實以他這麼老正的性 又讀書仔出身 跟著又讀新聞傳媒 那他不是應該好像 變了那些人 例如黃之鋒那樣 例如楊岳橋那樣 那就是做些社運的事情 或者批評事 楊岳橋他大學的時候 他參加這個辯論比賽 是 聯校的辯論比賽 是贏了 哦 他口才都坦白說 他很欣賞這個Winston Churchill 就是我講的一個政治家 是 以這個很優秀的speech 很動聽的演講 鼓動人生的演講 而見清 那你如果自己讀書仔出身 然後你有這麼清高的性格 讀新聞傳媒 似乎是那個方向 應該是那個方向 但是他做DJ不是 他做DJ這個character就是 很跳皮的 講話要生鬼的 講話這麼無聊的 為什麼他會走到這個方向呢 為什麼他的職業 和他的出身 完全沒有一致性呢 那我們又要分析一下為什麼 講到這裡 其實我開始 因為我見的個案比較多 那我就看到一件事 而這件事 就想藉著這件事 告解一下 我們鏡頭後面的家長 可能剛剛為父母的人 或者已經為父母很多年了 其實子女都大了 你都可以聽一下 你可能都有共鳴 就是想和你講一件事 當你不斷鼓動你的子女 去名校的時候 你當然希望就是 我的子女的出身 和認識的朋友 都會有這麼一刻 有這麼一刻的質素 希望他這件事是幫到 除了名校環境讀書好 除了讀書好之外 你希望他身處的圈子 和社會階層 都是和自己不同 你希望長大這件事 對他有幫助 這個動作是好的 但問題是 當你推動你的子女 去一個和他出身 完全不同的圈子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 他有沒有具備這個條件 他真的認識到那些朋友 他真的建立到他的人脈 他在那個世界開不開心 舒不舒服 你真的要想一下 還是當他去到那個圈子的時候 他所看到的就是 每件事都是自己和別人不同 被比下去 而每天都經歷不開心和冷漠 這樣就對他成長很大影響 最不好的就是 有些家長 為了攀附某些圈子 自己要下來認識別人的家長 然後當自己的子女見到自己的父母 經常都是很用力去結識別人 很想像美克連去結識別人 我們叫做secret product 你以為這些叫social 其實在過程裡 你低姿態了 你自己不知道 當你子女見到你這樣的時候 他不開心 他受打擊 他自尊收牌受創 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其實對他成長有沒有影響 這件事關心你什麼事呢 我想跟你說這件事 就是 他曾經在一段訪問裡面 他說 我當初進入喇沙之前 我都擔心自己 會不會跟那些人合不來 其實我發覺 無論是不同圈子的人 不同出身 不同貧富不同 其實大家都可以打成一片 他講一講而已 我相信 他在他中學的過程裡面 入到喇沙 入到一些名校 他讀書很厲害 當他入到一些名校的時候 其實他的出身 可能真的帶給他很大的衝擊 有影響 在這個影響下 他會自我感覺低 自卑 然後要用什麼來掩飾呢 就是用很多話說 經常搞笑 即是很用力地搞笑 做三鬼表情 講話很有趣 來引人注意 和讓人接納 其實這個根本不是他的性格 這個是他的尊嚴的求傳工具 而這件事 就變成了 他自卑 那自卑的人 就經常想找些位置 來光芒四射 即是有機會來表現自己 就好像有些人 你看到他 即是中學時期 他各方面表現到差 成績又不好 人緣又不是那麼好 又不適合人相處 但他就躲起來 常常在那裏練唱歌 或者練一種樂器 接著就上台表演 就拋個身上台表演 其實就想拿回那個尊嚴 那他的心理 你明明是讀書仔 為何做這麼不切實際的事情 其實就是因為 當然那個年代的人 亦都喜歡聽電台 這個是他的娛樂 可能他在那個世界裡 他找到一個 他可以發光發亮的地方 然後希望就 參加那個DJ比賽 然後就繼續走那條路 我想段古年青的他 應該不會有這麼聰明 總之傳媒就傳媒 無論說娛樂也好 說政治也好 總之多人聽就最緊要 Market is king 我想這麼小的 他不會明白這件事 所以我判斷他 進去DJ做原因 其實都是這件事 而這件事 心理這個角色 這麼輕挑浮躁 這麼不正經 說話這麼無聊 低俱 他及後的節目都是這樣 他從來沒有試過 走過政治那條路 他沒有走過社評那條路 是不是 這件事 從來 心理這個角色 從來都不是他真正的性格 那這種人有個很嚴重的問題 會抑鬱 會嚴重抑鬱 第一 社會學家告訴你 就是心理精神科 告訴你 你的解釋就是 當你經常做一個不是自己的自己 你就會迷失自己 然後你就會不開心 這個是一個很尋常的解釋 其實我告訴你 不是只有這麼多 心理學都很多政治滲透了下去 有一個解釋 就是心理學界 是不可以跟你說的 因為政治不正確 現在我就告訴你 就是首先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沒有人是想天天想怎樣哄別人 怎樣討好別人 所以呢 明星天天就介意別人怎樣看自己 是啊 這件事本身是不健康的 我不管你明星效應是什麼 大家不要迷信明星效應 以為他什麼都優秀 當一個人 天天天想著別人怎樣看自己 這是一個很不健康的狀態 尤其是搞笑藝人 尤其是 天天想怎樣去 怎樣說別人會不會笑 怎樣說些令別人好笑的東西 這種也是不健康 這種是違反你的天性 你這樣說就好像昇爺都是這樣 就好像說 有傳說是有些抑鬱的 絕對是這樣 昇爺絕對是這個表表者 是的 是 昇爺絕對是這樣 那我告訴你 其實我們大自然 其實製造我們男性出來 應該做些什麼 大自然其實製造我們 力強爭勝 爭雄心 要征服 要打別人的尊重回來 不是要人人和平 你要不就尊重我 你不屈服的話 我就要你恐懼我 這個是大自然設計 我們的基因 紅聖基因 要做的事情 可能跟這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不同 就變一樣 但是 大自然製造出來是這樣 大自然設計到我們的紅聖基因是這樣 如果你違反了這個圖案 你去做的 你 你選擇違反這個圖案 你就選擇放棄了你的紅聖基因 那你突然間有一天 你發覺自己急劇好發 新陳代謝晚 神上線 各方面內分地 都慢 不足 體能下降 甚至一天 倒下頭望到自己 抬不起頭 那為什麼會這樣 你可能覺得 我做了什麼搞到這樣 其實 如果我很正氣地去做一件事 我希望大家都很歡樂 是啊 但大自然不是叫你帶來歡樂 大自然不是叫你令人開心 這個是社會給你的觀念 或者這個是弱者的觀念 因為他想避免紛爭 但其實大自然不是叫你這樣 所以 既然你要這樣 那你就不要爭熊 你不要爭 大自然就是拿走你的紅聖基因 拿走你的東西 很科學 其實 但這個解釋 是演化心理學說 兩性心理學有說 但是 主流的社會學 或者臨場心理 是不能說的 在媒體面前 因為政治不正確 講壞些 其實如果我們在街上 見人就打 打到人家全部跪下 然後叫聲大佬 那我紅聖基因 就叫聲大佬 但這件事不正確 都被一些社會觀念 這樣制住了 不可以說 所以我們人類 其實有時候 要有智慧一點 就是怎樣可以 在我自己原始的天性 和社會的文明裡 拿一個平衡 就要想想這件事 但好像明星 這些一年左右 做這麼極端的事情 這麼單一的工作 其實是不健康的 所以很多明星 都有一件事 叫做 自戀人格 就是定態性的自戀人格 自戀人格 自戀人格就是 好自己 抽離 不理別人的感受 只理自己的感受 把自己放大 覺得自己很重要 All eyes on me 就是狂妄 OK 那 又或者有些人 就 抑壓之下 就變了變態 咸豬手 或者喜歡落藥 強姦 那些 低下層 那就是反社會 是啊 其實 有了這些 反而會令到他平衡 平衡 平衡一下自己人 對 如果你沒有這些抽離 沒有這些宣洩的話 那 你就真的身體嚴重受創 就是抑鬱 輕側抑鬱 重側癌 OK 就是這樣 是啊 男人就 高院 高院癌 是啊 內分泌問題 女人就 打HPP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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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用這個 兩性心理 埋味 剛才講到 大自然 你這樣做 違反大自然 你就拿走你的東西了 那 所以 心理的人 你見到他經常給別人的愛情建議 都是一些很暖男的東西 都是 要很遷就女伴 要很遷就老伴 要很暖男 但是其實呢 講到原理 這些是理智上的原理 就是低姿態為你做牛做馬 其實 這個 只是適合某一種女性 比較沒有選擇的女性 就是整色整髓 是 如果有些女性 很多人都可以為她做這件事 她有一個特別的 甚至她有一個服的男士 而不是為自己做牛做馬 那已經太普通了 是的 太普通了 那就不行了 為什麼我提到這件事 因為心理整日 在她的電視節目 都給愛情建議別人 那這個是我本行 那我覺得我應該發聲說一下 你兩性心理 你一定要搞清楚這件事 什麼叫理性上的滿足感 和情感上的滿足感 這兩件事是不同的 一個就是照顧人基本的生活和生存的需要 安穩的需要 另一個就是照顧人的繁殖和浪漫魅力的需要 人是在兩性心理的吸引力裡面有這兩個方向 如果這兩個方向衍生的行為 你都搞不清的話 其實你沒有資格開始研究兩性 你沒有資格入門講兩性心理 所以說那些什麼整色整水 又放煙花 又做什麼特別好精緻 要做一些人想不到的東西來 很含人的 這些全部都其實是落在整色整水的範圍 什麼是整色整水的範圍 就是當一個男士 我願意為女性做這些事情 女性開心的原因 可能你那件事是特別的 但她開心的原因是 有個人願意為我做這麼多事情 這是一個無底的心疼 你要一直做 你每天都這樣做 你無間斷地做 還要不斷地提升 不斷地新鮮感 你不做就改變了 即是你不再愛她 那是不是一個無底心 但為什麼有些人 不需要刻意為女性做些什麼 我不需要刻意為女性 只是女性都會覺得很溫 覺得很愛她 什麼叫傾慕 傾慕就是女性折服了 然後愛慕她 為什麼會令女性傾慕自己 而不是每時每刻都在審核自己的條件 審核自己的表現 幫你打分 今天表現多好 讓你拖手 讓你親吻一下 兩種完全不同心態 女性也是 曾美有時候會給女性的建議 就是太港女了 基本上她的建議就是 女性要溫柔千以百順 那千以百順之後 男士呢 男士去滾呢 男士找第三者呢 男士不理自己呢 哦 那就因為男士衰了 那我男士的話 我為女性做了很多事之後 女性又找另一個呢 但是同一個男性同一個女性 可能會對另一個人千以百順 可能對另一個人中心 可能對另一個人中心 為甚麼偏偏不是對 會不會其實 你的整色整水太多 令到自己的姿態 即姿態這件事 即我們叫那個 allocation of power 這個關係裏面 你明不明白這件事 你不明白這件事的話 你這件事已經不是兩性心理這麼簡單 就是人際相處 就是社交心理行裏面的東西 那這件事 你不加進去 你也沒有知道 什麼兩性心理社交 即他留於表面 是他留於表面 還有我們這行其實做了很多事 剛才我開始帶出來 如果你做盡一切 男的我做暖男 女的我千以百順 他找第三者怎麼辦 那為甚麼他對你找第三者 如果他跟另一個人一起 又不找第三者 為甚麼偏偏對你 又或者為甚麼偏偏你 遇到的女性都會找第三者 你的伴侶都會找第三者 為甚麼偏偏你是這樣 還有 那如果對方 很多人願意為他做些事 他是一個很多選擇的人 是吧 我都說了出來 因為多選擇 多選擇的人 和少選擇的人 在根本行為和概念上面 即擇偶條件 擇偶的思維上面 也是有不同的地方 這件事你明白不明白呢 怎樣界定呢 是吧 那還有 那如果 平時我們接的個案 有副家女和副家子弟 是吧 有個人給你錢 說 現在我們要門當戶對 我們要相看 我要你訓練到 我的子女和對家那邊 一定要配合到 你怎麼保證這件事 你保證不到 你吹水的話 你收不到錢 你收不到錢的話 就是一回事 人家信得你的話 人家對心理學這件事 亞洲還是陌生的 人家信得你的話 就因為真的信你 你和信介紹你給他認識的人 你搞不定這件事 你是神棍的 隨時會把洞子挖進去 人家有權有勢 你搞不定就行了 還有呢 我當有個有錢人 他有老婆有子女 你知道有錢人通病就是 外面又會剩下三兩件 那這三兩件呢 有一件又和他關係幾好 又持續下去 然後又有子女 現在 現在 這邊有老婆子女 那邊又有伴侶和子女 事情發生了 錯已經駐成了 現在六國大風上 你怎樣調停 你怎樣調停 令到 將傷害性對那個女性 不要說男性 男性自己拿來的 將各方的女性 尤其是他們的子女 將傷害性減到最低 令到子女 全部都可以 起一個 始終都是一個家 有一個完璧的環境長大 不要傷心受創 因為這些事情 你怎樣處理這些事情 即是兩性心理 哪是這麼兒戲的事情 即是中間會複雜 還有 那如果 現在要接觸的目標人物 是一個任務 是一個任務來的 任務 你的目標人物 你要接觸她 你要 跟她打好關係 取信 來做到某些目的 得到她的信任 是的 但如果你經常 即是 你用你的方法 低姿態 低姿態 千二百順 那你就忍不住 你忍不住 對方做你的目的 你就被對方牽著走 那你就有沒有失敗 對方 我說這件事不是空談出來的 在全世界的情報組織 尤其是美國和以前的最出名的 以前的俄羅斯 蘇聯 蘇聯 是 的情報組織 裏面就除了 平時的特務之外 有一種叫做兩性心理的特務 就是利用 即是人 只有兩種 溝通技巧 一種就是 同性社交 一種就是 異性社交 同性社交 就是用友好 來接觸你的目標人物 異性社交 就是用 有好之外的 異性相級 加起來 你的 社交戰略裡面 來接觸你的目標人物 你要成功做到滲透 取信 引導或者誘導 或者做到離間 你要達到 你要用不同程度的親密關係 來達到你 的不同的任務的目的 輕則就是 拿一些 information 就是純粹拿一些資料 重則就是 你要破壞別人 內部組織的關係 那 就是 我明明對藝人來說 其實是產品來的 他只是多一個話題說 但是 我自己建議就是做藝人的事情 心理科學 不要亂講 那個不是你有資格猜忍的世界 另外就是 政治 都沒有資格 做藝人是好好的 做好一些節目 做好一些娛樂 安守本分 安守本分 賺過錢 那就走 不要因為射燈射得多 射到你上頭 以為自己真的高人一等可以說話 如果不是真的 現在這樣 外面的世界很恐怖 是的 外面的世界還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東西 當你以為人家自由民主 背後人家的情報組織很強 人家的功夫很厲害 我們亞洲 我們中國這邊 都沒有人家這麼厲害的 這些行為心理手段 是不是 那個不是你想踏足的世界 來的 其實我的分享到這裏 我剛才說了 中國沒有 我相信中國將來會有 因為 中國將來面對的競爭會越來越激烈 我們中國 那間開放短短幾十年 已經做到今天這樣的成績 我們中國不是發展中國家 我們中國是剛剛發展國家 剛剛發展到現在這樣 我覺得中國將來一定可以問頂 世界一二的強國 絕對可以 所以 你們這些藝人 真是知名 我想這次公佈了收市之後 應該都知名 25點多 好像是 不過現在播了幾天 我相信會折折下降 通常第一集會多些 是啊 第一集都25 那你想想 之後可能10幾個 大結局就會多些 是啊 那我們節目就到這裡為止 這裡 講到這裡 多多支持新前文 新前文2.0 拜拜 拜拜